我們今天要去投票 今天是2020年1月11號 對 今天是台灣的總統大選之日 除了選總統之外還要選立委的政黨 然後還有你們這一區的立委你要投給誰這樣 然後我們兩個都在不同的投票所 所以等一下兩個投票所都會去 在台灣的話 基本上投票所大部分都會是學校 跟區公所的人 區公所也會是 所以大家就會分分去學校投票這樣子 然後我們今天走一走偽裝的概念 因為投票的話大家都會想要盡量早起 可是我們也是起個大早 然後覺得 啊真的太早 也沒什麼好好的化妝 我們畫了眉毛跟緊張就出來了 所以就覺得你還是帶個眼鏡好點 有事嗎 我老婆都不禮負 要了開車 會啊 偽裝的女子 我是空氣探槍才戴口罩 喔 今天有霧霾 對啊 來轉過來我看一下 好 欸 欸 好像丁小羽喔 有這種文青感欸 不是文青啊 怎麼了 你這個動作就不是文青了 有點老派喔 對對對 不小心通過年齡的文青啦 好ok 今天是投票 看一下早上八點的投票人潮 唉 不妙不妙不妙 看這個人潮就知道了 完全不知道從哪開始對不對 投票的狀態 其實大家都不太會去討論 投票的事情 就是好好排隊這樣 早上八點其實人潮很多了 等待ING 好 換我了 換我要去投票了 因為我們是不一樣的投票 投票所 今天有霧霾 好 寶貝 嗯 轉過來 怎麼了 總 文青的感覺 不是喔 文青好像不會這樣 對 文青不會 那文青都怎麼想 我不知道 我不是文青 我去google一下 有事嗎 到底為什麼要追求文青的感覺啊 我不知道 沒當過啊 神經病 神經病 喔 又裝酷酷喔你 沒事 沒事 喂 你在旁 article working body 還能多給你啊 你要帶我去投票了呀 對啊 應該是走到底左轉吧 我不知道 你剛剛說你會開 我以為我會開 我不確定我會不會開 那你就看到中正路就多轉了 你是貓嗎 我是狼 乖狼 唉唷 咱們倆太幸運了 竟然都有位子 就是去兩個開票所都 投票的 投票所 都有位子可以提 去投票了 我們真的非常厲害 兩次投票都有遇到家人 兔爺走路很野 但很美 很舒服耶 像公園一樣 到底在哪裡投票 7點9班嗎 對啊 7點9班 真的沒什麼人 去投票囉 去 哇我以前不是讀這間學校 我覺得這間學校的感覺超舒服 你看中間 都還可以 野餐 然後整個學校我覺得很空曠跟舒適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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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說我一看就知道有上課 不知道在為什麼 什麼意思嗎 不知道耶 是因為我跳折的很好嗎 你懂的 就是他就是要上下對折 因為他的候選人是這樣 一二就是往旁邊這樣去 所以如果左右對折 你可能這樣就會蓋到對面去 那如果上下的話 就是他蓋到自己這邊 所以就是要上下對折 我對折了之後再往旁邊走 因為這次票很長 那是什麼 政黨那個超長 你不覺得超長嗎 你這樣 走這樣去然後這樣對折 我們投票完要去吃早餐 然後剛才遇到我的舅舅 他說要到我們去吃有名的燒餅 我家寶寶人很貪吃 所以就立刻答應說 好啊我們去吃燒餅 燒餅挺好的 怎麼這樣說我貪吃啊 蛤 本來早餐時間到了就是要吃早餐啊 那有時候你家就是也沒吃早餐啊 早餐時間也到了你也沒吃啊 有啊我只是延後吃 我吃了 我剛剛跟你說 這是我啾啾 嗯 吃囉 吃囉 欸開票了 蛤~~ 吃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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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囉